哈嘍,大家好,我是老师 希望你的频道可以按下 按下按钮跟铃铛 就是这种IGFB TwitchBB还有这种 再来听听解手游 微信官方公告了 六位 哦,对不起,是五位 五位角色的神兵 那这五位是 解手夏侯宜,诸葛爱,蝴蝶,櫻蝴蜓 跟幻蓝蝶海 那我们先看一下夏侯宜的部分 那夏侯宜的部分 技能是魔人韬物 那你在 激怒的状态的时候 激怒的BUFF时 免伤提高5-10% 那你如果吸到狂魔状态的时候 伤害和免伤提高到5-10% 那 如果有一个友方单位死亡的时候呢 则自身随机的主动绝学 能去时间减1 1到2啦 好,这还算OK啦,中规中矩 那 这个应该是,只要有友方有死亡 主动绝学就会随机减1 OK 就是你可以 施加那个 其實我夏侯宜的BUFF的时候 也可以随机主动绝学减1 好 在诸葛爱的,诸葛爱有比较有兴趣 等一下,诸葛爱是 验 验天晴 那 技能部分是 集音和鸣 那 每攜带一个BUFF的时候呢 暴击率提高1-5% 最多可以到20% 4-20% 这个跌4成 那你主动使用绝学的时候呢 行动结束 自身随机 1到3个有益状态 持续时间不减少 哦,还不错耶 还不错 看下来,祝葛爱给的应该蛮好的 那个暴击率提高嘛 然后可以 最多是4成 也就是说你期待4个有益状态 哇,你可以提高最多最多可以到20%耶 嗯,真的还不错 然后你只要这一个回合有主动使用绝学的时候呢 那你自身的随机BUFF又可以持续时间不减少 好 再来 蝴蝶的 蝴蝶的是浴火 这个知道怎么念 浴火盘星 攜带涅盘的状态之下呢 哦,它是涅盘的盘 好 那,友方的治疗效果 治疗效果 提高8到15% 那对战之前呢 驱散自身随机的有害状态 那蝴蝶在用神病之后呢 攜带涅盘状态BUFF 的友方受到治疗量大幅提升 还算可以啦 并在涅盘触发的时候 同时驱散自身一个有害状态 OK 主要就是 因为老说五蝶的不血量 其实在柱油里面来说 其实不是非常高的 对 然后再来就可以吸 呃,缺散自身一个有害状态 还可以 我也觉得还OK 不过这三,前面这三支 绝品英灵啊 我应该会先练 祝格爱吧 祝格爱是最实用的 目前看下来 好,再来就是我们的大兵离 英凤人 这个是绝霜重华剑 狮子侠客 英凤人 自身攜带 忍剑刺 忍剑刺芒的技能 自身攜带劍器BUFF的时候 悟穿提高到10%到20% 主动攻击 对战后 恢复造成伤害的15%到30%气血 诶,还算不错诶 我觉得还不错诶 看起来真的蛮不错的 对战后可以恢复自身企鞋 就有点像优良魂死啊 还不错诶 好,那赫兰铁罕呢 枭雄永固 气血大于等于90%到50%的时候呢 互防提高6到15% 免疫固伤 跟治疗伤害的状态 嗯,就可以啦 不过因为他们这极品英灵 所以你要练的话 通常 通常不会先练他们 不过我觉得 英凤人还不错诶 英凤人这还不错 可是有冰尼跟英雄血的 应该也容不到 暂时容不到英凤人 好,不过这次最期待的还是 最满意的啊 还是祝可爱的啊 祝可爱的部分还是最好的 目前看下来是最棒的 可以增加暴击率啊 然后可以随机减少 随机把自己的buff的时间 持续时间不减少 好,那这集的神兵技能介绍 就到这边了 好 喜欢我的频道 记得按一下订阅按钮 按钮 记得是我们IG,FB,Twitch,BBD 还有几次口 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 大家晚安,拜拜